無線常委藝人,27歲的五婦喬 在農曆新年時突然公開另一半 就是曾任職無線賺稿員的Shirley 雖然他們在同一間公司工作,一早就認識 但直至半年前左右,兩人在朋友聚會中才真正拆出愛火花 而未得順盤的她,在接受訪問時更強調是女方為結婚對象 並且已經做好求婚準備 五婦喬指自己最欣賞Shirley爽朗的性格 又坦然未遇過這麼自趣傷頭的人 所以拍拖無奈,已經認定女方為真命天女 而據悉,Shirley爸爸的生意多羅羅 包括物流、食品、麻雀館等等 一家人住在西貢相思灣的獨立屋 她還喜歡投資房地產,物業遍佈世界各地 身價億億盛 所以已經融入女方家中的五婦喬 就獲鋒為億元富馬 在白色情人之當日,五婦喬在社交平台宣佈求婚成功 據知她在上個月開始籌備求婚一時 還以洗腦式方法求婚 包括臨睡前突然跪地求婚 又或者忽然在吃飯時 或者一起熬劇時求婚 但都失敗,並且嚇到Shirley有陰影 連她跪下綁鞋帶都以為是求婚 好搞笑 之後,五婦喬作出終極一擊 先是安排酒店Staycation 還準備了心形專家和心形蛋糕 又精心佈置現場 然後跪在Shirley面前認真地求婚 結果終於獲得女方首肯 成功之後,她都很感動 日前,本刊發現五婦喬和Shirley已經開始籌備婚禮 還一起去上文一間樓上婚紗店試婚紗 當日下午,兩人穿著黑色情侶裝出動 記者所見,一對準身人雖然已經約了試婚紗的時間 但因為太緊張,早了到 婚紗店都未開門 他們唯有在門口等了半小時左右 之後先看婚紗書參考 然後店員幫Shirley精挑細選一套設計簡約的婚紗 他們兩個都頗滿意 據悉,受到疫情影響 他們不可以放大型婚禮 會先在家人見證下註冊 等疫情緩和之後,才補辦婚禮大宴親朋 約稱為億元富馬的五富橋 初入行的時候,因為上班駕駛車 媽媽又打本給她開舞蹈學校做老闆 所以被稱為富二代 而入行以來,她曾經跟林詠彤拍拖 後來兩人分手 但在拍攝十月初五的月光的時候 由於扮演情侶,又傳翻撻 不過五富橋最終都是簡定一組認識的Shirley 完成了 準備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